本星期南加州大部分地区迎来强风天气 预计星期二之后将会减弱 对于圣盖薄沙蜜的西部14号高速公路走廊 和洛杉矶远5号公路北部的Grave Wine路段等地区 可能会遭遇时速30至45英里的北风 和时速高达60英里的阵风 其中圣盖薄沙蜜的西部山区的阵风 时速可能会高达80英里 对于产院、San Bernardino院、河滨院 以及洛杉矶院和Vanchera院的部分地区 大风警告持续至星期二上50点 此外,灵阳谷、Santa Monica山物 Santa Clarita和圣肺以南谷谷等多地 也发布了大风警报 据国家气象局预测 星期二晚至星期三风力会减弱 感恩节期间天气将会相对平静 天下卫视记者编辑报道